一樣 我叫你們寫 你們在寫 那你自己要做筆記 這個主要是在彈樹線 根據 根據 我跟你們講的就是如果我有一把尺 我從 我從五兩到十七的話 如果我從五兩到十七的話 我沒有 我沒有從你開始量 那麼我量的這一段的距離 現在的距離 自然哪會用十七擴掉我的層次 那這種感覺就是 這樣是把這個歸乳的意思 就是把這一段 把它看成是 擴掉我的意思 就好像是從 把這一個皮到那裡然後把它量出來 就可以直接量出 就可以直接量出 就可以直接量出這一個尺 所以所謂的十二節五 我們就是把這一段的味道 拿來放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 可以透過減把 透過減把來看兩個 兩個標記之間的距離 先把這個圖畫上去 先把這個圖畫上去 那麼把這個圖畫上去 然後把這個圖畫上去 就會浮挽 在上面 descend過 從樹itious 四周子 一樣 要用多餐 造物 在此 是 在這裡睡覺 要睡覺就比較好 拿出來上去 去死了 那麼這一題圖形的意思 它有標記A 標記A 然後標記C 然後它說A這個點 它的數字是A 這是題目說的 然後題目告訴你 它題目告訴你A-B 所以你看到A-B 所以你就知道它在算距離 它在算距離 所以它告訴你A等於3 就等於再告訴你 圖形上的這個的距離是3 它告訴你A-C等於5 所以它告訴你 這個的距離是 這個直接標記在你的題目上 就好 直接標記在你的那個 那個你的位置 下面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它是說 話也無所謂 說話也無所謂 說話也無所謂 你這個 因為它加了一個絕對值 為什麼它這樣加值 基本上相減 相減就在算 它們之間有幾個這樣子 相減 只要是在做相減 就在問17跟15之間 它的距離是多少 可是你的A跟B A跟B到底是誰減誰 到底是大減小 是小減大五 我們確定 像這一個 像這一個 你拿 你拿17-5 可以算出12 你拿5-17 也可以算出12 只是因為你的是用小減大 所以它會多了一個 好玩 請你把這個 補上去 把這個補上去 這個12的這個數字 你可以用17-5 補出來 你可以用5 這樣17補出來 都可以得到12 但是如果你是用小的 補到大的 这样的会剥离一个相反的不好 那所以我不会把这样的记录为 我会把它记录为这样 不管你是5-17还是17-5 我都可以算出你的距离是12 来把这个补上去 你看到绝对值只是它忽略 忽略它是小减大还是大减小 它只在乎5-17之间到底有几格这样 它只在乎它有几格 就是它的距离 只在乎它的距离有多大 那距离有多大 你不管是用15-17-17-5 都可以把那个12格算出来 都可以算得出来 那加绝对值就是我就可以忽略 你去在乎那个符号这样 所以所谓的A-B等于3 所谓的A-B等于3是这样 它是以B为基准 很重要 它是以B为基准 所谓的A-B等于3 所谓的扣掉它等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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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是从这里来看 扣出来等于3 也有可能是从这里来看 扣出来等于3 这个叫做A扣掉B等于3 你也可以说是A扣掉B等于3 例如它加绝对值 以B为基准 来看A的位置 有可能有两种可能 这样 我记得把这个文化讲的 它所表现的就是这个意思 以B为基准 因为它是扣掉D等于3 所以以B为基准来看A 它会有两种可能 那有可能是这个扣掉B3 也有可能是这个扣掉B3 我现在讲的是格子而已 我们看它的正过 好我们再回到题目 题目它说 原点O跟AV的距离分别是4跟1 原点O跟AV的距离分别是4跟1 原点O O在哪里它没跟你讲 因为它ABC 它到底在哪里 看你的O到底在哪里才有机会 O要在哪里才有机会 跟它的距离是1 然后跟B的距离 或者是4 然后现在的距离又是3 所以O点应该在哪里才OK 自己先点点看好不好 直接点在你们图形上就可以 我的O点应该在这条束线上的哪里 才有机会 才有机会跟A点的距离是1 那基本上跟A点的距离是1 那个O点有可能会在右边 也有可能会在左边 如果距离要1 可能在右边也有可能会在左边 那跟B的距离要4 跟B的距离要4 跟B的距离要4 一样 右边距离4 也有1 左边距离4 也有1 好像同样都要满足 对 同时都要满足的话 所以跟A的距离是1 跟A的距离是1 要马上就右边 要马上就左边 距离是1 然后跟B的距离要4 跟B的距离要4 那这里是5 所以4大概可能在这里 距离要4 那有可能是这里 那U可能是4 那4就会3加1 所以 所以你会看到 如果对A来讲的话 对A来讲的话有2个可能 可是要同时满足 他的位置就是能够在这里 所以O点 O点要在这里 这里距离 这样 那所以我们就会知道 他一定会在A的距离 他一定会在A的距离 好 好 对A的距离 好 对A的距离 对A的距离 我刚刚是跟A的距离是1 好 那如果跟A的距离是4的话 跟A的距离是4的话 那跟A的距离是4 他就有可能会在这边 因为这边3 4 然后U可能会在 这边要距离4 然后跟A的距离是1 跟A的距离是1 跟A的距离是1 所以有可能在这里 也有可能会在这里 跟A的距离是1 那要同时满足的话 那没错 他就是会在这里 所以O点要在这个位置 好 这样 所以答案应该是5C 好 自己 afterwards 自己再 再画一分钟 好 把这边看 � arrilish 好 刚刚我们讲了东西 再想过一点 谢谢 自己再画一分钟 好 好 -" ideology 时室 自己多äh 蒸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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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樣我們看第六題 第六底它說這個77AX5公方-13AX5 這個叫波像是 你就會看到他好幾下 有這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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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做多小事 那他說他可以被陰式分解 那也就是說這一盒可以被改寫 改寫成7X加A 然後就前面 BX加7 好 然後就這樣 然後最後他要問你A加B加C 先把這句話寫上去 寫題記 你要一邊看題目要跟著我一樣 你要你自己看題目 因為你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題目 可能不見得看得懂 題目說這是一個多項式 可以被陰式分解為他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他可以被改寫成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兩個是相等的 他就講這句話而已 然後要你求 要你求A 要你求B 要你求B 要你求L 如果有一個剪碟了 或是一種的 要你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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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算出来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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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答案 这些答案 就把刚刚的恒式改写成这个姿势 昨天我们有算过类似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找答案 这个控制 因为这个牌目前要填远一点 把罪线直接控制 然后你试着去看看哪一个数字 已经可以填出来了 ABC的哪一个数字 是保证可以先出来了 B已经出来了 因为你知道这两个乘起来会是77 这两个乘起来会77 所以这个B你就知道是多少 我先把这个B写上去 就这样而已 那B有了之后呢 因为这个A跟C才不知道 但是A乘以C必须要等于-30 负化线 不管它的话就是AC乘起来要30 所以你就开始凑 这个数字应该多少 如果2跟 你说2多少 2跟15 2跟15的话 2乘以15会等于30 没有错 所以我们是要负的 那你就要决定一下 2跟15谁要放负号 还有你的白法是要这样子白 还是要这样子白 都不太一样 那不管是怎么白 这一组基本上有个大组成功 而且我们先来看这一组成功 2跟15 2跟15 2跟15假设我们吧 一定要选一个负号 如果我把负号选择在上面的话 我现在已经可以确认 这个乘起来是-35 所以你就一样 比这个乘起来 这个乘起来 这个乘起来 会是-35x3 这个乘起来会是-25x3 这个乘起来会是-25x3 不成功 这样是13嘛 对不对 我的意思 或会成功的意思是 这样我已经看到13了 就符号不对而已 对对 就符号不对而已 所以我只要把 只要把符号改到这里来 改到这里来我就可以 诶我算错了 因为我算错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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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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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成功 如果这个是失败的 来你自己找 这个是失败的 你自己找 你要找什么才可以 那个 成起来 然后再加加下来要等13 这个你要自己找 你自己 这个是失败的 自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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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要自己試,我試給你,照上沒有用 要用一個表面再用一個表面,只要有些表面,這部份就不可以吧 就是,這種題目,正式順便教你這個,這個很簡單,很喜歡, prioring 你要把它解一下,再回去看題目,把它解完 你還是要看回去會考的題目 然後把它解完 對 把它解 對 這樣就對了 然後你要回去題目 看回去題目 題目要問的是什麼 要回到題目 然後回到題目裡面把它刷出來 就是你只要願意試 自然就會試出來 然後要回到題目把它刷出來 就是你要花時間去試一下 你試錯的東西其實可以寫在旁邊 不一定要擦掉 但是你真的不是來這邊睡覺 如果你要來這邊睡覺 你真的應該要幾十秒在睡覺 你竟然來了 就不是來這邊睡覺 你是來睡醒 對 就是原則就是這樣 你如果覺得你不舒服 你別緊張回家 大部分都有試出來 像這種題目其實 所有的意識分解都這樣而已 就很簡單 你就是把它上下這樣貼一下 就這樣貼一下 就這樣貼就可以了 所以你這個J是不對的 那你就找譬如說是 五六吧 五六三十是對的 可是你要知道 你要算的時候 這樣算是最簡單的 可是你要記得這邊一個符號 那你這兩個就要選一個符號 那選一個符號 那選一個符號的話 你要選擇在哪裡呢 你要讓它等一下加起來是符號 你一下子也不用考慮那麼多吧 反正就先選一個 選一個之後再去試這樣 你試的時候 你慢慢就會有感覺 有感覺之後 你就照明一下 所以你就會看到 六七四十二 然後C乘以這一個會是五十五 然後它有符號 所以再多一個符號 然後這兩個相加指消了結果 因為兩個差十三 所以答案是十三 是這一點 負的比較多 所以答案是五 它不是相加 好 那到此為止 我就知道 A C B都有 A C B都有之後 你要再回去看題目 你要自己看題目 題目要問的是A加 B加 C 那你再把A B C填回去 A B C 然後把它加起來 所以這三個加起來 你就會看到 你就會看到 負五加十一加六 那這邊這兩個加起來是十七 十七跟負五加起來 就變 你就會知道這題的答案是哪一個 要把這題稍微看一下 你要回去再看一看題目 我請你三十秒 再把這題從頭到尾再看一看 然後喊解 你一定要讀題 自己再把題目讀一 再回去看題目 你們比較嘗試用聽 然後非要自己看題目 自己再看一次題目 所有的文字都要播看幾次 你會算了 那你回去要再看一次 這樣幫助是最大的 會的東西要求自己真的會 B就絕對沒有問題 想法 第七零 出現次數最多的項目 第七零 出現次數最多的項目 出現次數最多的項目就是中數 去除水 出現次數最多的項目 不可期待 中文字幕提供 因為它這裡主要是在討理這裡 然後接下來再按照聽條文 所以對摯體而言 對摯體而言 A重數 甲斑斑斑 它分別用A跟B來表現 所以出現次數最多的 對甲斑斑斑而言 就是八顆球的那個項目 對不對 因為那一條最長 所以那個項目就叫做八球 出現次數最多的那個項目 所以對你剛剛來講 就是最高的就是六塊 出現次數最多的 所以它是六球 那个项目名称 就是那个项目名称 它是它的重数 然后中位数的话 你就要排在正中央 对不对 要排在中央 然后它叫做C跟D 所以排在正中央 你就要由小的算到大的 由小的算到大的 它排在正中央 排在正中央的那个项目 一样是那个项目 你要找那个项目 那排在正中央的项目 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你要先看甲斑 甲斑 甲斑的次数 甲斑的次数有几个 五颗球的有 看那个一条一条的 你就把那个一条一条的加一加 你把甲斑的一条一条的加出来 不是说甲斑的是 五颗球的有五个人吗 然后七颗球的有 十五个人 八颗球的 九颗球的有 你不用真的加 因为你 因为你 刚加了也比较好 你会看到 这边加起来三十而已 这边加起来三十五 这加起来是 六十五 对吧 对 扣扣扣 这也是二十 所以说只四十 所以中间中间 这个是总次数 对不对 那总次数的一半 总次数的一半 总次数的一半 对不对 所以你会是多少 五十五的一半 可以中位数 五十五的一半 所以是二十 二十七点 所以中位数 会在他的下一个 对不对 第二十八 去把这个写下来 甲斑 那第二十八 第二十八 我要累加到第二十八 所以你看 你加到这里是五 加到这里是二十 你要加到这边才有机会 累加到这里 累加到这里 从最小的 加到最大的 所以会在这一组 发生 第二十八 那这一组就是哪一条 你这一组的项目名称是八球 这一组的项目名称是八球 所以这个就是八球 那一半 那一半呢 请你自己来 这里把珠算出来 一样的上 想法就是 次数全部加起来的一半 因为他没有整组 所以找下一个 那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累加到第二十八 那第二十八会在这一组 那这一组 这一组的项目名称是八球这样 这一组的项目 答案都是早上或名称 请你自己完成 答案的部分 来自己把 答案算一下 你如果真的把它学起来 你如果真的把它学起来 你光上课就够了 你如果真的把它学起来 因为你每上分时间 有要求自己真的 把我每一次讲的 这个东西把它学起来 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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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完你就要回到题目了 essover 要问的东西回答完 刚的要自己上 代表 好 collect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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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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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